大家好,我要分享給農業用的工具,小農屋行幫手 其實前幾天在看新聞的時候,因為最近西南氣流上來了 雲林到雲東,現在就是長豪雨城在 那發現說,新聞他說為什麼農屋已經要收成了 那他不知道沒有去掌握好說,他的作物可以收成 然後還有覺得這個天氣,像最近的颱風到底會少到哪裡 是資訊化,讓他們沒有辦法很快速地去掌握這些消息 那還有就是,通常生產出來很多 然後常常說有沒有去計劃生產的話,就會生產過剩 所以這個問題就很奇怪啦,就是種得出來也要罵 然後種不出來也會罵政府這樣子 所以有種方法可以去讓他們去用透過資訊化的方式 然後去管理這些農業生產 所以從2015年的時候,那時候就對作物很有興趣 那當然那時候就跑去務農 所以那時候有來G0B,就分享一個叫農作物開放資料 那到現在好像沒有做出來,有啦 比較有一點點 就是把農作物它的基本的生長資訊 這些的栽種資訊 透過一些方式把它整理起來分類好這樣子 看一下有沒有看,好,看一下 所以現在就是有收集的非常非常多的作物 那會有各個一顆15種這樣分類 然後,又有洋蔥 那就是可以看到他們的基本的生長資料 所以根據生長資料還有就是氣候的訊息的話 所以我們就從氣象局拿了它的那個 歷史的氣候去做分析 所以做完分析,我們就可以從 看說現在適合種什麼 然後依據每個作物它現在的生長階段 去給予農夫正確的提示 那包括還有就是天氣警報 還有並從來的訊息 這個都是通過API 就是一些開放資料API 你可以去取得 那你可以根據農民種什麼 然後給予它當地的那個風險的評估這樣子 所以有沒有很好奇說 這個農民利它到底怎麼做出來的 所以依據一些資料分析 我們就可以做出農民利這個東西 所以結果就是今天我就會來整理這個API 那以前我都是用宜蘭的那個天氣 那我今天會做一個就是把我用到API 都整理出來 那對於地區分析那個地區做查訊 那從TrapBar之後會轉成工業 這樣 好,需要什麼來幫忙 需要,對,需要有興趣的人來幫忙 好,感謝欣言有洋蔥 謝謝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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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谢谢大家